南投一間彩券行 10月23號開出1.13億的大樂透投彩 得主幸運兒近日來領獎時 特別指定要包給這間彩券行 260萬的大紅包 作為彩券行身賬員工的購車基金 我也怕到啊 怎麼說 因為我不是要出這種東西啊 原來這間投注站店員是身賬人士 中獎人在買彩券時 聽到他跟客人聊天 最大的心願就是買一台休旅車 沒想到真的幸運中獎 佛心大發 乾脆幫彩券行員工完成心願 我覺得滿感謝那個得主 對 怎麼說 他也很好啦 送我那麼大的禮物 感謝他 台彩透露這位幸運兒是這間店的常客 是一位年約50到59歲的中年男性 有兩個孩子是上班族 每次不是投注大樂透就是精彩539 投注金額都在100到500塊之間 每次都是電腦選號 中獎人先前就包了6萬6的紅包給投注站 領獎時又捐了380萬做公益 沒想到大方程度不只這樣 再加碼送車給賣他彩券的店員 6萬多塊要辦活動 然後另外一個是260萬 他說要讓我填購車子 彩券行員工很開心 年終意外得了一個大紅包 也利用這筆基金挑了一台休旅車 希望有機會能謝謝這位客人 記者 鄭偉翔 廉家姓 許又翔 南投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